直牙廣告你肯定見過 在網絡上、地鐵公交上、小區的電梯裏 到處都是 甚至還有價格優惠買一送一 所以就跟著廣告去直牙 缺牙的時候直牙還是做假牙呢? 為何直牙這麼貴? 如果真是想直牙到底應該怎樣來選醫生? 牙科診所招牌打著各種直牙的廣告 例如是引進世界最先進的全自動導引定位 採取最新的尾倉直牙技術 不痛、不流血 不但令人見到眼花療亂 連價格亦令人不解 直牙的好壞其實取決於先天的身份證 牙齒的形態好不好? 牙硬健不健康? 都有關直體能夠用多久? 其次是口腔的清潔習慣 如果先天不良、後天有失調 直體就會產生很多病變 請鎖定週日晚間7點半月宇二台的健康好醫事 健康有理,Easy執行 牙醫沒有告訴你的直牙三陷阱 好,請看 好,請看